为了让WTO能够重新恢复它的活力 能够重振它的当年的雄风 我们对WTO的改革必须要对症下药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大的经济体 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欧盟等等 都应该再一次确认 WTO改革的大方向 应该是继续推动全球向自由化和便利化发展 都应该对多边贸易的规则 要重新做出明确的承诺 并且他们都应该回到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之下 来开展合作 这样才能防止世界越来越滑向单边主义 否则的话WTO的改革我想很难有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